书用买共同来写下延年益寿这四个字共同来看一下 每一笔都是要交代清楚一点的 从这那笔 拿出去 到这的时候断笔的时候呢 就尽量往上抬 笔风是朝上的 不要朝下了 比较断 那么这一笔呢就要相对长一些 而且呢会相对比较平 这笔呢是悬振术啊悬振术要求比较直 一路前山 箴要船 转换 350 准备 城 一字呢 一字呢到这里时候呢 这下面稍微是有点弧度的 它没有那么那么直 这一笔 收笔 收笔的位置呢 要比上面这个最右点的略长一点点 一点啊比较靠近这一点的起笔位置 那么这个勾呢是比较偏下的 这一笔呢比较偏上 两笔呢都是比较直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对于这四个字呢 我们就写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呢再见 书要买 共同来写下淡薄明智这四个字 一笔是最高的 这里啊 插开的角度呢比较大 这个淡字写的时候呢 需要区分一下笔画 比如这个这里写成反那 这里写成纳笔 它是为了区别这个 呃 笔画雷同的问题 还有这一点和这一点呢也是有区分的 像这一笔和这一笔呢 虽然它的相似性很高 起码呢它的角度不一样 这一笔呢比较偏下一些 这笔呢比较重 这个折笔呢就比较 比较突出 比较突出 比较方 比较突出 这里呢也是比较重的 比较突出 这里呢也是比较重的 提笔 提笔 名字呢很多人觉得这里呢应该写一横 其实在书法当中呢写两横呢也没问题 因为在古代里面就是这个写法的 很多时候 这点比较重 然后由这里呢慢慢收 往上开 到这时候 这一点呢更重 那么今天呢我们对于淡薄明智这几个字呢就写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呢 不见不散 书友们 咱们一起来写下清净二字 再次 这个沟呢比较偏下 而且呢这个月呢 需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上窄 就是这个地方比较窄 下面这个地方呢比较宽 只是比较细微的变化而已 大家不要写的太夸张了 就像现在一样的地方有什么 我还有这么说的 你不要写那吗 太夸暖了 太夸暖了 绸子 就算是 这是你 对 吧 进 那么今天对于我们要写的这两个字呢 我们就写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再见 书要完 今天共同来写下自存高远这四个字 这点的比较重 其实这三个点都是有点不一样的 像这一笔就比较细长 而且这里收笔稍微比较漏风一点 其笔也是比较漏风的 那么这点呢 就比较圆略 稍微略带有点藏风 那么中间一点呢 其实它是有一个这个小小的这个提笔 大家应该注意一下 这笔提上去 往这边点下去 其实是一个笔断一连的这种感觉的 很笔呢 这个很笔呢 一定要距离这个虎弯钩的中间 这个虎弯钩呢 也是需要注意 起码呢 会比这边的稍低一点 就是这笔呢 是比较偏高的 它们两笔之间呢 它是属于上下关系的 这笔呢 这笔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刚才所说的一样 就是这一笔比这个勾稍微高那么一点点 这个勾字大概就是这样线 主要的话就是中间的这条中心线 大家不要写偏了 比如说这个口不能靠近这边 也不能看最短 它需要属于正中间的这个状态 远字 远字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吧 我起码在视频里面呢 有讲过20字以上了 每次呢 都是强调这一竖呢 不要写得太长了 大家一看就是这两个数 两个横笔呢 都是比较短的 大家写的时候呢 也不能写得太长 如果你这一点写的 你这一个横笔写得太长的话 走之额呢就融不下去了 你看走之额就在这里 紧接着就是这边 如果你把横笔写得太长的话 就融纳不了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对于这几个字呢 我们就写到这里啊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次呢 再见